Linda 介绍一下 是我们一个新受洗的姐妹 她凡是装备课程必要上 来 大家好 我叫Linda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耶稣 我的人生路上有你是何等的有福 回想1989年8到9月之间 我刚生完女儿两个多月的时候 右边耳朵突然剧痛 是耳内长了一个窗 西医药打硝烟针之类的药 但怕对小孩吃奶有影响 中医说只能等窗化龙以后 用药引流治疗 没办法 只能回家 但耳痛得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两三天时间仍旧销售下去 在星期六的时候 我邻居的阿姨到她家里来看她 她几年都没来过的 见我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 便问我怎么了 我便告诉她 我耳朵里长了一个窗 因为小孩来 现在不能吃硝烟钥 她听到后 就问我 你信主吗 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主 我就问 主是什么 她告诉我 主就是耶稣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天语 因为当时在大陆嘛 就是对耶稣这一块不了解 当时也没想太多 只想到能让我耳朵不痛就行了 就对她说 信 她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吧 求主保佑你 医治理 她用右手按住我的耳朵 为我祷告 祷告完后 我半心半意的 结果当天晚上 我的耳朵就不痛了 星期天早上 阿姨起来问我怎么 好些吗 我说不痛了 她又为我祷告一次 并告诉我 今后有什么事 就求上帝保佑 星期一早上 我到医院检查 当时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什么药都没吃就好了 现在 我真正的信耶稣了 才知道原来是老天爷 就是主耶稣 从以前朦朦朦朦的说 开信开始 于是主就在我生命中 一直的守护着我 祂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 却不为不自的 身边 照顾着我 保守着我 感谢主让我来到 丰收灵粮堂这个大家庭 让我认识了肖牧师 肖师母 郑牧师 叶传道及叶师母 还有杨悦舍组长 还有九哥他们 还有 菲拉萨 还有 街里姐妹他们 很多叫不出兄弟姐妹 叫不出名的弟兄姐妹 他们给我很多帮助 让我在疫情期间 有更多的时间 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祷告会 真言学习 诗篇赏息 丰盛这些 让我更加了解了主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将蒙福的道路指示给我 并为我做出最好的榜样 使我们可以知晓你的旨意 效法你的作为 在你的恩典中 不断的更新和改变 一切荣耀 送赞归给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好 好